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九条,欢迎收看《香格丽拉编辑》漫画二双解说 上回说到,三勒只会珠雀划破天上的云 让月光重返大地,成功破解吕卡翁的招式 对方的本体和分身围攻塞卡林将其撕咬 千军一发之际,求尖倩力挽狂澜,将其解救 吕卡翁死死地锁定着塞卡林穷追不舍 西库鲁表示,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和叶之帝王战斗 艾莫尔说,三勒就是一个无法预测之人 总能干出一些敬为天人的事 三勒表示,但是这次战斗确实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不管如何,他们唯一的突破口塞卡林不能一直被吕卡翁盯着 于是三勒让西库鲁去支援他和邱金倩 然后让艾莫尔尝试用魔法锁链阻止对方的行动 锁链成功捆绑了吕卡翁的右腿 然而下一刻,对方便直接挣脱了 但三勒表示他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机会 发动吕吕吕闪武疯狂击打对方的右腿 但吕卡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继续追击塞卡林 他想到了,之前在那款游戏里好像是认识了一个人 邱金倩说,没错,他就是那个萌新 三勒彻底想起来了,自己还和对方进行过Bug的深入交流 他问对方难道就为了确认自己和那个三勒是不是同一个人而大老远跑到这里 对方说是的,在艾莫尔和西库鲁的帮助下 他从萨德雷马穿过了三个区域才来到这里 三勒内心感叹,虽然和潘西亚公以及监狱的内心不一样 但这个人好像也不是好惹的 一旁的塞卡林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放了下来 看来邱金倩并不是自己的情敌 得知了这个结果之后,他才又有了挥动大刀的力气 再次看出一记大灾变 现在只要再中一次天启和两次大灾变 就能满足那一招的发动条件了 只见驴康翁的分身再次袭来 而邱金倩又是一次空缠让塞卡林成功脱险 三勒觉得这样发展下去,这次战斗的胜利就稳了 然而邱金倩看了一眼背包的物品数量 表示发动空缠所需要的替身木头已经用完了 毕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样的战斗 此时,驴康翁摇住一根柱子,用力扔向了他 关键时刻,西库鲁拔刀利落三连斩将柱子斩落 邱金倩表示非常感谢,然后对三勒说自己只有43级 面对驴康翁只能刮杀帮不上忙 三勒心想,自己还有一招能用 但是在用之前,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在这款游戏里,怪物受伤时是有特效的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驴康翁身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特效 一开始,三勒还以为只是因为对方的外皮比较坚硬 但是塞格林的攻击明显是造成了伤害,却依然没有特效 想到这里,三勒有一个猜测 他让埃姆尔发动魔力搅拌机应该有效果 埃姆尔的魔法书中朋友们出一个巨大的魔力弹 勉强擦过了驴康翁的背部,打在了建筑物上 埃姆尔表示太遗憾了,差一点就能打中了 而三勒却说已经打中了 驴康翁的背部确实出现了毛发的脱落 魔力搅拌机虽然对物理对象没有伤害 但对于有魔力构成的怪物就能有很强的效果 因此可以判断,驴康翁就是这样的存在 仔细一想,对方的本体和分身一样都能顺移 就是因为本体和分身的构成是一样的 所以,之前塞格林造成的伤害很有可能也被修复了 驴康翁改变目标朝一人一兔飞奔而来 三勒依靠机动性躲过 好夜,埃姆尔,对方判断你很有威胁 我想回家,DESWA 看到驴康翁的仇恨已经转移 塞格林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但三勒觉得这个战术也有很大的风险 毕竟埃姆尔和西库鲁是NPC不能复活 一旦遇到躲不开的攻击 就算自己能进入收纳空间 他们也会难逃一劫 但危机越大,越能激发三勒这种硬核玩家的潜力 他要让驴康翁知道拥有杀手剪的,可不只有0 然后他发现猪雀的能量仅剩5% 由于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所以三勒命令猪雀迅速降低功率 关闭推进器回到地面 另一边,塞格林的大灾变再一次命中 这一下就还剩最后一次的天启了 但这时,驴康翁又把仇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于是塞格林让埃姆尔再用一次魔力搅拌机 但对方标示那招还在冷却,只能用魔法锁链 接着塞格林发射出一枚金弹 插在了驴康翁的下方 埃姆尔的锁链捆绑住他的右爪 趁着这个驴康翁的注意力被分散的瞬间 塞格林双手持刀向前跃进 最后一发天启,成功命中 现在条件终于达成 然后塞格林开始了原地不动的吟唱 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段时间 三勒等人需要保护好毫无防备的他 但这时,无楼偏锋连夜雨 在几方最脆弱的时候 月光即将要消失 而朱雀的能量也不足以再一次升天破云 三勒提醒邱金倩 接下来驴康翁翁会发动看不见的分身 想要躲开只能听他的声音 不能动的塞格林肯定就要中招了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让这一招无法发挥威力 塞格林也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吟唱下去 而此时,邱金倩站了出来 他表示吟唱可以继续 绿康翁的这一招由他和西库鲁来破解 在完全黑暗中 绿康翁的分身盯上了不能移动的塞格林 露出了可怖的尖牙力爪 而邱金倩则是仔细聆听着周围的声音 他确实听到了一丝低沉的声音 既然是完全黑暗 那就将其点亮 这就是邱金倩的策略 他的双手连续结印 然后吸气,嘴巴鼓起,发动龙威吹 这件一大团由于是黑白漫画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火焰迅速形成 黑暗中的分身在这股光亮的照耀之下暴露无遗 这一招使忍者的蜜傲翼模仿了龙的吐息 而玩这游戏不到一个月的邱金倩 目前遇到的龙就只有一条 就是那天霸吉克维尔姆 虽然和他的吐息的威力相比 邱金倩的这一招只能说是徒有其表 但此刻作为照亮周围的光源 则绰绰有余 看见了分身的西库鲁将刀插入地面 下一刻 分身的下方冒出了数不清且排列极其密集的竹子 形成了一道造型独特的盾强 剑狱雷神 正面迎上了分身的猛攻 竹子全数断裂 但分身也没有了余力消散在空中 终于众人通力合作 撑过了看似无解的这一招 一旁的塞卡林一边为刚才的那两招而惊叹 一边吟唱着 看到队友们如此给力 散了也干净十足 接下来就要轮到他 揭开秘密武器的底牌了